母女辛辣大对决 今天呢我要和家母美云 来一个辛辣大对决 看看谁比较了解对方 准备好了吗 好了 你一定很想生男生 当你生到第三个女儿 也就是我本人的时候 心里在想什么 你只有叹一口气吗 对啊 我听说你在医院大哭 哭到医生来问说 有人有生儿子 你要不要给他换 是不是有这件事 当年你为什么忍住没换 人家不给换吧 那现在呢 现在来不及了 现在没有觉得女人比较好吗 好吧 你逼我说的 你知道我最讨厌吃什么吗 我觉得你讨厌吃 任何麻烦的东西吧 比如说像螃蟹啊 需要剥的东西 算了解 当妈妈进的事 我给自己打90分 那你会给自己打几分 91分咯 为什么拼什么你比我好 你是我生的啊 如果你老公外遇被抓到 你会先做什么 先看看他有多少钱 先把他的存款拿到手吧 对于女儿当公众人物 你有什么看法 你会觉得有点困扰呢 还是觉得其实内心有一点点的骄傲 好吧 那就内心有点骄傲 满足你的骄傲的心啊 你觉得我们像不像 我以前觉得我跟你没有很像 可是我老了以后我发现越来越像 尤其是在一些坏习惯 以前会很喜欢纠正母亲的部分 然后当我自己也老了 然后也生完孩子以后 我会觉得这些地方 越来越像 我觉得真的很恐怖 所以真的不要嫌自己的妈妈 因为你老了以后就会跟她差不多 爸爸是你的初恋吗 不是 还讲这么骄傲 对啊当然 你为什么有这么暂就的表情啊 是第几个第八个吗 没计算过吧 还没计算过就对了 对啊 朋友叫朋友很多是很正常啊 如果要找个缺点 你要老公改什么 我希望他改掉慢吞吞的个性吧 那你有没有长久我老公很慢吞吞 然后动不动就会睡着 小孩多吵他都可以睡觉 对啊没错 你老实说你对我育儿的方式 有哪什么不满意 你以前的标准来说 是有点太过了 可是没有啊 我就跟你讲 以前那有过敏儿 现在没有没有过敏的小孩 现在小孩都非常的娇生惯养 以前小孩真的是 放三鸡 你也老实说 你有想要放弃婚姻吗 一天大概两三次 假日的时候七八次吧 希望我老公不要看 结婚后 你有没有想过要离家出走 有些事情可以想不可以做 所以你有想过 当然啊 很多次 对 是因为老公的事情对不对 当然了 你不好意思说王夫的坏话对不对 不好意思说 OK 当妈以后 你觉得什么事情最恐怖 我以前只怕鬼和蛇 可是当妈以后什么都怕 而且怕爆了好吗 可是呢你东怕西怕也不能怎么样 就是老话一句 小孩子有在呼吸就好 竟然讲到呼吸 就先谢谢这次的干爹Honeywell 让我们一家都好空气可以吸 守护小孩的健康 最爱的妈妈当然也要 妈 今年就拍这台Honeywell空气清净机 用医疗及空气守护你 节目业配都这么拼命吗 没错 赚钱真的不容易 所以省钱才是王道 记得截图影片画面 到全台恒隆行百货专柜 享受期间专属约会哦 用一级好空气守护妈妈的妈妈 接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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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呢